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县市长昨天就职上任 其中台中市长卢秀燕赠送 谷关空气瓶引发了讨论 网民看了都爆气了吗 因为批评送这个做什么呢 是不是制造一万个垃圾 很多媒体网路也跟进接龙 不过卢秀燕跟团队 昨天穿着牛仔裤就职 被称赞是接地气 但是高雄的代理市长徐立民 穿牛仔裤跟韩国瑜交接 却被轰是故意羞辱 到底标准在哪里 韩国瑜要拼高雄的经济 但似乎是要挑战中央 包括有对立的时候呢 中央要让地方 还要开放中资买房 不过网路上已经是一片骂声 担心钱还没有赚到 房价就先涨了 另外2020总统大选 蓝营四个太阳 谁是相公呢 韩国瑜的态度会是关键 他会帮王金平吗 还有政坛八卦 周刊报道 郝龙斌跟游淑慧 两人关系暧昧 相约基隆 独处三小时 到底做什么呢 是单纯的公事 还是被人设计陷害呢 下面一题我们一体探讨 首先叫今天的来宾 在右视边地位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余玉玮 大家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前立委 罗树磊 大家好 还有政治媒体员 邱明玉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祝勤大家平安 好 先来看台中市长 卢秀燕 昨天就职 送给市民第一份限量礼物 谷关空气瓶 来看VCR 这就是我们的宣誓 玻璃瓶身 铁制瓶盖 上头写着谷关空气 台中市民摸不着头绪 新任市长卢秀燕 送来的耶诞 到底到底是什么 仔细看瓶子空空如也 瓶身却已经解答 原来是台中知名风景区 谷关来的空气 限量一万份 象征卢秀燕的空污政策 将还给台中市民 干净空气 不会还给他 就是感觉没什么用 觉得蛮有趣的啦 会想打开来闻一下 闻闻看 对 有什么不一样 有人依脸问好 有人笑说卢秀燕 颇具巧思 但网路上纷纷开骂 还封最烂礼物 一万个玻璃垃圾 很多人好奇 打开真的闻得到 新鲜的故关空气吗 平静来讲空气分子的大小 都不会超过原来 所有的东西 要达到完全隔绝 所有空气的进出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不管如何 它都会有个非常细小的缝 那细小的缝 可能都会比奈米略大一点点 物理老师拿出宝特瓶做示范 就像坊间汽水 因为空气分子小 就算没打开 气体仍会从瓶盖逐渐外泄 所以打开骨关空气瓶 大概也享受不到分多金了 其实空气瓶的概念在国外真有商机 这几年中国深陷雾霉恐慌 有店家引进加拿大海岸山脉的真空罐装空气 即使要价近千元 每天还是能卖出破万瓶 纽西兰德国也有类似商品 但全都是高压密封罐 类似氧气瓶才能保存 对照这简单的玻璃透明罐 好看之余 恐怕噱头胜过实际作用 好我们看到卢修院昨天就职 送空气瓶在网路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这个网民看了 这个违响似乎是看了爆气 很多的批评包括说 这不环保 制造垃圾 还有一万个 那再来就是容灯 圣诞最烂的交换礼 那还不如送一包洋芋片 那当然这网路上的回响还包括 各网路的媒体小编也跟进 他们就跟进说 全台空气大接龙 包括自由还有公事 都推出一个所谓的宝特瓶 上面写着各家的空气 那民事的小编也登上了媒体 因为民事空气 民事在林口 所以也装了一个林口的空气瓶 那在这边我们做一个小广告 就是这个空气瓶 现在在我的手上 民事新闻上面有我的签名 观众朋友如果在今天 看完节目之后 在YouTube还有脸书上面留言 那我们的小编就会抽签 到时候看谁抽中 我们就把这个空气瓶给他送出去 给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一个纪念 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 当然就说 这卢秀燕的旧职典礼 除了这个空气瓶之外 它的穿着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媒体就说 因为这个卢秀燕跟他的团队 穿着牛仔裤配衬衫 不打领带 这样子非常的接地气 代表旧职后就要开始来打拼了 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 这不同颜色的人穿牛仔裤就有问题吗 我们看到就是高雄市的代理市长徐立民 他穿着牛仔裤跟韩国瑜交接 竟然被轰 这是要故意羞辱韩国瑜 要羞辱这个典礼 真的会这样子吗 为什么同样的人穿牛仔裤 代表意义就不同呢 先请教美美姐怎么看 昨天的这两场台中跟高雄的就职典礼 我先讲台中这个 他当然卢秀燕 他是要延续他所谓的猪打空污 但是我觉得这个噱头做的实在是 不怎么高明 我觉得网友的反应也是不怎么样 那大家说不环保 然后大家知道说 你这个根本就是噱头而已 就让我想到那时候 卢秀燕不是一开票一当选 就说台中空气变好了 那现在就来个噱头小评够了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说 你接下来你拿出什么本事出来 比如说让你主打空污议题 好 那我知道就是卢秀燕过去 他是一个很资深的立委 他什么时候为台中的空气 空进过力 没有 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火力全开 中国火力全开 最高峰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火之墙 那卢秀燕好像还是当了总干事 那过去的发言 或者说立法修法的推动 其实都没有 反倒是林家隆做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林家隆没有连任成功 好 卢秀燕是在林家隆的基础之上 那已经把你定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你就要更加的好 因为你是许诺给人民 空气要变好 但是空气要变好有这么容易吗 我可以告诉各位 冬天的时候就是东北季风 那其实反而有时候空污就容易来 那这个时候我不晓得卢秀燕 你又该怎么面对 你过去抨击林家隆这么用力 那你自己呢 有人说他是个市长或他的证件 也是个空气 到时候就看他怎么做 对 那他除了说他是不是像个空气一样 那另外就是说当初大家会认为说 第一他的证件不是很扎实 所以才会说有所谓的空气之说 那第二大家就认为说他贵妇型的竞选 是 也就是说 其实基本上跑的地方也不是很透 那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要破除贵妇 这样子的印象 所以他要穿牛仔裤 对 改变一下形象 对 好 那穿牛仔裤 年轻朝气 我觉得也不错 你要说接地气 那也很好 我觉得也OK的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份媒体 你为什么要双重标准呢 为什么卢秀燕穿牛仔裤就是接地气 那许立明高雄市的代理市长交接典礼穿个牛仔裤 就是藐视韩国瑜呢 这种双重标准你不觉得档次蛮low的吗 对 那所以就说大可不必如此 那我也不想讲那一家电视台 那人家已经开玩笑说 那个人家就寒天电视台了 对 都已经这种话都出来了 我就觉得说新闻的自律是适可而止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 韩国瑜先生他其实说真的 他给高雄市民的期待值是更大的 更高的 对 他怎么样子翻掉 民进党在高雄20年来执政 如果是高雄县区是33年 那是因为他造了一个伟大的梦 那个梦叫做 这个人进来豁出去 高雄发大财要变成全台首富 那如果变不成呢 那当然有人已经看在 在网路上开那边说 说一个女士就说本老娘说 如果变不成的话 那我要耻笑 那就你们都像 你们就像韩国瑜一样 只剩一张嘴 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的确当然高雄这个韩国瑜要拼经济 现在大家都在看他怎么拼 但是我对不起 你经济能不能拼错方向 对 他说这个让路资中资来开放 来买高雄房地产 当然大家骂死了 台北有过痛苦的经验 那时候台北其实不要说中资进来 单单台商回流 把那个房价炒到有多高 高雄你要知道 高雄的平均薪资是比台北还要低的 但高雄非常适合人居住 是因为他物价也便宜 那在过去几任市长的这个打造之下 高雄是一个宜居城市 对 可是如果请问一下 如果你的就业机会 你优质的工作机会你没有提升 结果你让房价先炒高 你不是让人民更痛苦吗 对的确 高雄的这个房价会不会产生变化 我们等一下来深谈 先请教淑雷委员 怎么看昨天这场就职典礼 卢秀燕送空气瓶 这是代表他的决心吗 还是说会被网络所嘲讽 这个市长也是空气呢 其实他用那个一万瓶的那个干净的那个空气瓶 因为特别找专人到谷关 那个好像找一个空气最好的时间点 那我们去把它那个装置压着 那送给那个写明当作他的就职典礼的一个礼物 对 他主要是一个什么 其实其实他是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 他是说我有那个结薪 我一定要把台中的空气变好 因为这个他选举的时候一直讲的 那也就是他最重要的证件 所以现在选民在看他说 他有这样的结薪 其实应该给他鼓励 那你说有这个结薪 有这个魄力 因为韩国瑜是在高雄说拼经济 那卢秀燕在台中是什么 我要看空屋 那事实上真的台中人很苦 我说我四五年前到台中的时候 我好喜欢台中 那空气是新鲜的 那可是你 你现在到台中去 有时候我们去那个溪头爬山 你站在溪头上面 你往回头一看 好像在台中里面就有一层黄黄的 在那个笼罩在台中的整个天空里面 所以台中人他到底有没有感受到空屋 严重 当然有 你看看 连去看花博都要戴口罩 去哪里 差不多每个街上 他每个人都戴口罩 所以代表他的决心 对啊 所以他代表他的决心 那我们就给他鼓励 给他看 穿着牛仔裤来看空屋 没有违和感 不是啊 那你说穿牛仔裤 我是觉得说 当然我也支持说不要双重标准 穿什么其实不重要 比如说不要用一个人的外帽 穿着去衡量他怎样嘛 那种批评都是一种很 没有意思的 没有标准可言 而且没有标准可言 有意义吗 我是觉得我们要放那个精神 放精力是在批评 他的政策可不可行 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过好日子 就那个才是重点嘛 你要穿什么衣服 那不重要嘛 那个 当然每个人可以选择他自己的喜爱嘛 比如说高雄 他很顺重啊 你说那个花了 很多人在骂他说他花了三百万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说 虽然韩国裔花三百万 可是他创造 创造好像所有的市长的旧职典礼 你看坐艾滋肠过来 你看从天天下午 那个摊贩 那个可以从那个什么摊贩 那个爱河的东岸 几千摊牌了 对不对 而且要圣诞节嘛 那大家都想说 提早过一个很快乐的圣诞节 就热热闹闹 创一个首例 那你说好花三百万 可是他创造多少商机嘛 对不对 包括高雄 就站在行销的角度来看 对啊 包括高雄的那个旅馆业 你看在爱河旁边的 那几家什么胡隆啊 什么国边就几家 现在是一房篮球 而且定房都定到年底嘛 他们都讲嘛 他们的成长率都40%嘛 的确 现在拼经历 站在这个行销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是说 也不要管什么市长要不要花钱 就比如说好嘛 那你说最便宜 你说柯文哲最便宜15万 可是他创造什么 他创造什么 所以我认为说 你花钱 可是你产生的效益 这个经济鞋大家都知道嘛 你创造的效益比较多 那很好嘛 那卢修媛也是一样嘛 卢修媛是说 我有要看空屋的结析 这个是我对台中市民的承诺 那你就让他看嘛 至于他用那个瓶子 那可以回收了啦 那他是用那个玻璃瓶嘛 那大家 大家那个出去玩的时候 要装水的时候还要 好坏 好坏真的是见仁见智 当然我们也看到 现在韩国瑜是高举了 要拼经济嘛 那我们就来看 他到底是要拼经济 还是先跟中央搞对立呢 为什么 因为他先前就接受媒体的访问 就是说针对这个所谓的中资买房的部分 感觉上是不是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中央呢 他说我要拿捏不照进 中央有什么好反对呢 如果要阻挡高雄发展 那是行政院的愚蠢 问题是行政院或是中央 有阻挡你高雄拼经济吗 再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对照这个香港 因为香港可以说就是这几年 这个楼价房价非常的高涨 那也是因为中国大量的这个进到香港 那开放中资之后呢 现在已经达到楼价的最高时期 很多的上班族是很难制产 那企业也因为租金的关系呢 很难以生存 所以网络上也就说 你这个时候要引进中资来高雄买房地产 根本就是一个自杀行为 纯淡市场根本就是隐正直客 先请教示范围怎么看 现在高雄的房价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有那种预期心理 觉得高雄房价会涨了吗 如果按照韩市长这样的说法的话 当然会有预期心理 可是我觉得韩市长可能还要再回头看一看 他所讲的政策 其实在我们中央包括陆委会早就开放了 民国91年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已经开放 陆资可以来台取得不动产 而且呢那时候取得不动产 到现在为止一共有全台湾492件 其中有120件就在高雄 那韩国也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不晓得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可能有一些建商跟他讲说 快点快点 你快点中央准处 开放入资来台取得不动产 其实是错的 就跟他在选举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因为未来的市政府不能贪污 所以这个100万呢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招标都要公开 他忘了你到 我们的电脑网站上面去看 现在全台湾不管是中央地方 政府所有的招标案都要公开 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可能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先坚持中央说中央不要太愚蠢 来挡我这个高雄要发大财 可是呢不要忘了 目前为止在整个高雄来讲 一共有120件已经是取 是录资来台取得不动产 那所以为什么录资来台取得不动产 他希望有更多人来买 我觉得也很好 但是不要忘记高雄现在之所以变成移居城市 跟台北比起来 是因为高雄的房地产 还有高雄的薪资水平没有台北那么高 所以在高雄你要取得一个好的房地产 譬如说你要在这个美术馆园区 可能5000万就可以买到 没有像这个蕾蕾姐所提的 在台北市要一两亿以上 那表示什么 如果你有引进更多入资来台湾 是符合我们一般人的价位的话 可以接受 那可能在让高雄发大财 让建商房仲业者发大者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刻意去炒作 表示说本来5000万 你一炒作又变成1亿 那谁受苦 当地的人受苦 还有当地的年轻人 尤其是韩市长特别讲到 由北漂青年到台北去 就是因为怎样怎样 你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时候 这是空的 所以我觉得说 当韩市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沾钱跟顾后 什么叫沾钱 你往回回溯去看一下 民国91年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开放了 入资来台 以及开放来台 取得不动产的时候 那时候为什么只有1000多件会核准 现在在高雄为什么只有100多件 第一个可能他们觉得说 到高雄炒房没什么性质 没什么好玩 宁可到香港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不是真正让高雄发大财 还是只是用讲的 另外一个 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你真的要让高雄发大财 不要讲太快 你的爱情摩天轮到底要不要开始动 你的太平岛挖石油到底要不要开始动 你还有要在男子的地方要开设赛马场 要不要开始动 如果你讲到有需要开始动 开始评估的话 那高雄人真的会睁大眼睛说 我们未来 我们现在的这个韩市长 确实要让高雄有另外一番 可以让整个经济产业发达的条件 可是现在都只有嘴巴动 我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评估 如果以我们男子来讲的话 现在的高雄武清厂 它有262公顷 里面80%全部都是污染的土地 你这个污染的土地怎么盖赛马场 那污染的土地去掉以后 有十几公顷是干净的 现在的经济部是把它规划为 叫循环科技园区 要做R&D的中心 你只要按照原来这样做的话 其实高雄有很多年轻人 回高雄去创业去就业 是有机会的 你如果引进赛马场的话 我记得好像名誉在前两天讲 赛马场开始评估 开始规划到开始执行 真正一切都可以接上手 无缝接隔的话 没有四年也要八年 那时候韩国瑜市长是不是还在任 而且韩国瑜说他一毛钱都不花 他要做的叫做BOT 可是不要忘记 一毛钱都不花 最便宜的就是最贵的 什么叫一毛钱不花 一毛钱不花 你花的这个男子的土地 是中央政府的钱 这是中央政府的土地 你要到太平岛去挖石油的时候 你可能那个地方会经过 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区 还要美国或是其他东南亚的国家都同意 那这些的代价是谁来付的 是全台湾或是全国来支付的 不花高雄市政府一毛钱是BOT 但是你可能要花很多不同的行政程序 花在别人身上 所以羊毛是出在羊身上 如果你未来真的引进一批赛马 各位一批赛马如果没有一千万 是买不起来的 不是去买一个玩具马 所以我觉得说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 韩国瑜市长要让高雄发大财 我觉得只有一个小确幸 刚刚蕾蕾讲了 就是说一个很风光的一个就职典礼 花300万 然后整个河东路河西路 都有一两千摊的这个摊贩 好 那我问一下 就职典礼结束以后 这两千摊的摊贩留在原地吗 还是就已经收收打包就走了呢 其中很多摊贩也不一定是高雄在地的摊贩 我看到很多隔壁的电视台所介绍的那个摊贩 我几乎看了几乎都不是高雄在地的摊贩 就算卖这个卤肉饭 如果你没有到店里面吃在路边摊卖的 说不定都不是高雄的 所以你就职典礼结束以后呢 你创造的只是那种放烟火式的小确幸 除非你可以确保说河东路跟河西路 365天天天都像就职典礼让人潮的话 还真正是高雄的发大财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 我们要放比较长的眼光来看待 有四年的时间让你好好规划 高雄市民既然选择了你韩国瑜的话 请你推出一个可以让高雄可长可久的就业发展机会 对的确经济发展不是这个天天过年的 那有句话也就是说免费的就是最贵 从过去BOT的经验来看 那政府通常都是要花非常大的钱 去把它收购回来 明游怎样看台中跟高雄这两场就职典礼 特别是从空气瓶再到韩国瑜的经济发展 他所提出的中资买房 恐怕之前也说很多年轻人抱持一个希望 北漂能够回高雄 但问题是如果房价炒高的话 这些北漂如再回去有立身之地吗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去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就立法院的同事 他就拿一个瓶子在那边拉拉 然后就装的时候就给我说 卖你十块钱 我说你搞得真笑 你这要卖我十块钱 他说这个是立法院的空气 后来突然知道是卢秀燕的梗 不过那个是要卖钱 卢秀燕那个时候是说彩蛋 是要给大家惊喜 我们没有卖钱 我们这个是免费赠送的 也是惊喜 但是你这个同样也会被诟病说 是不环保 对 那他为了要证明说 他那个真的是古关的空气 他还要推出一支这个影片 就证明说他这个团队 真的是跑到古关的山上去装空气 是意义的 对 这个也没有增加什么 除非说你为了要开发那个什么空气 他不是很爱讲产业链吗 你要拆发什么空气产业链 不然你这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惊喜彩蛋 真的是一团空气 这个我也搞不懂 雷雷姐说那个瓶子什么还可以喝 没有啊 那个瓶子 其实大家 我都不好意思讲 很难再利用 网友讲得更难听 就是什么是尿液的采集瓶 或者是什么精液的采集瓶 对 那个 这个你拿到的都不知道怎么用 而且他还号称说这个可以吸四年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骗局 这怎么吸四年啊 放在那边看四年可以啦 对 所以就说第一 你这个彩蛋很因为他当时在这个还没有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就预告说 请大家参加就职典礼不要太快走开 因为我们有个惊喜的彩蛋 那我猜很多民众会为了那个惊喜的彩蛋留下来 后来发现如果这个真的是惊喜的彩蛋 可能会拿那个瓶子想要Kan过去 才是说最烂的交换礼物 对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画大饼 就被民众诟病的一种 那同样的就是说韩国瑜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说一个选战的延续啦 就是喜欢韩国瑜的 就会像刚刚蕾蕾姐讲的 就会支持说 你看他虽然花了那么多钱 可是他创造那么多商机 你喜欢他的会这样 那不喜欢他的就是说 你看韩皇登基啊 皇帝来了 规格比总统还大还花那么多钱 那像柯文哲一 柯文哲昨天那个就职 那像刚刚蕾姐讲的 就是不喜欢他的人 就说15万你创造什么商机 那我听到还更夸张的是说 他还讲一句话 我们就我们好像讲七个字嘛 就是我们开始工作吧 类似像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就不喜欢他的人就会说 他在讲什么啊 不是连市长啊 不尊重市民 然后我应该要讲长一点啊 怎么一句话就没了 这样不尊重台北市民 你喜欢他的人就说 哇好棒哦 五分钟就结束了 什么又省钱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不可能有人满意的 就像许立民 他穿牛仔裤 跟卢秀燕穿牛仔裤 喜欢他的就是喜欢他 不喜欢他就是会批批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 没有什么好酸嘴的啦 但是我必须 这是我们刚刚开玩笑 可是我必须严格的解释 比较严肃面啦 那个中西竟然买房 对对对对 那我必须要讲说 你不是说他现在的 所有的说法 好像都在打预防针 你是说我未来的政策 如果我未来失败的话 全部都是你中央的责任 包括说刚刚那个 释放委员也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我们本来就有开放 可是他在搞不懂之前 就先放话 感觉他先搞一个对立 就说因为你中央反对 但实际上没有啊 对那如果说 就你看像之前那个赛马场也是 他就说那个我们社会上存在 很多灰色的问题 那你中央要去解决开放法令 那未来如果说赛马场盖不成 他就说是你们中央 因为你法令不解套 那赌场盖不成 剩你中央 中央不解套 这跟柯文哲一样吗 大巨蛋都是你中央 责任都可以中央 好那我们这个是未来 清除战场的这个一个话题 那可是我觉得说 不管是不是中央 今天有没有松绑 或是中央在阻挡 可是你要回过头来 现在全世界的一个潮流 都在阻止中国的炒房团 对没有错啊 对你看像包括日本 他们来是 中国绝对不是给你这个落地生根 想要跟你买房 想要跟你共存 来买房的绝对都是炒房的心态 包括欧美日本 其实都在阻挡中资炒作房地产 像范冰冰最近不是出事 那个加拿大去看 哇塞那整个社区 全部都范冰冰出手 全部都他的 那现在加拿大都吓死了 因为他有个资料 70%的买家都是中国人 那中国买房团去日本 买下京都一条街 那更不用讲了 就是说现在纽西兰 因为被那个中国大举的 那个炒房团入侵 现在还禁止外国人买房 这就是陆克炒房的一个禁令 简单讲中资要进来买房 他的目的是什么 炒房 对要炒房 要卖要换钱嘛 对不对 那苦的都是当地人 而且你仔细去看 像刚刚那个施方委员讲的 那个几件 他们买的都是豪宅 像那时候不是有到新北市 他们去看 看了那个什么关之林 对关之林的那个代言的那个 那个全部都是豪宅 不是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可以买得起 都是上亿上亿再买 所以这种根本就是 随意的炒房团 那你一旦开放这种 陆资已经开了 但是你就说 他还是有资格的审查跟限制 那韩国瑜的意思应该是说 让你全面开放完全不设限嘛 那你这样子来话 恐怕苦的是高雄市 他只会把房价炒得更高而已 来 明佑 我觉得是这样 我记得1948年的时候 蒋介石跟李中仁要上任 贵戏的李中仁 他穿着军装去 蒋介石穿着长袍去 被骂死了 为什么 因为你蒋介石没告诉我说 你要穿什么衣服 这跟许立民是一样的历史 你有规定他说 你来参加我的旧旨典礼 你要给我西装平体 就像韩国瑜坐的爱之船来 穿着英式西装 那么英姿婷婷婷吗 没有 你没有讲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而且许立民大家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都很清彩穿的 许立民从来没有穿过西装裤 他连跟那个陈局市长交接的时候 也是穿牛仔裤 所以这是他的风格 他有太大裤 西装裤 穿不下 所以他的服装比较清静 4月11号的时候 主播客到国会去探天叮政会 他穿着牛仔裤去 被骂财 可是当天他的股票就上涨了 我也希望高雄因为这样发大钱 我要讲一件事情 当然你讲说谷关的空气 有人说那你不如给我谷关的水 还比较好 还可以喝 可是你花这个钱的作用 就像空气一样 你整个选战结构 你没告诉我们说 你怎么样让台中的空气变得更好 因为你只是在批评中央 然后你的公投案 只是为了每年降那一趴 可是我要问的是 电不够的时候 你的空气要怎么变好 请告诉我们 你怎么防止中国的空污到台湾来 请告诉我们 请卢秀燕告诉我们 他现在市场要有可行的办法出来 对 所以从昨天开始 你就要受监督的状态 另外韩国语的部分呢 我跟明依姐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 都要怪给中央吗 因为你赛马场要BOT 我先问一下BOT 是BOT给谁 国际企业吗 我昨天去看参加就职的 有集团的老板去说 我们那个旗津 未来要开发特区 那特区我们充满了期待 所以我们特别来观摩 那我问一下 旗津的特区 旗津的特区是 要博弈 还是观光 这个特区的发展 是要想过去 五斤以时代都放废电池 还是说我这个特区的发展 我要民进党的修法 你博弈条款要先过 然后我BOT的话 我这个法要先过 不可以制止喔 因为中国的草房客来的时候 他可能希望有休闲设置 有要拔 这个BOT是要让中国的企业 台湾的企业 所以这些事情 警告买 就是民主政部董 这些的当中要去改冠 所以韩国瑜很聪明 这种议题先抛出来 他完全无事于法律 当一个首长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你 我这个可行性 计划书 不会抵触到现有的法律 不然要立法委员干嘛 每个县市首长 要当立法委员就好了 所以我认为说 这种烟花式的 很快就会结束 另外今天有人在告诉媒体说 韩兆省的运动 要该停止了 好好的回归到市政来 因为每天在兆 是什么韩国瑜 连穿袜子睡觉都可以抱 连他回跑步都可以抱 我每天也在跑 OK 当然就说 因为县市长已经就职了 所以真的不要空话 口说无凭 要有实际的做法出来 当然现在蓝营情势一片看好 现在蓝营谁来选总统 四位当中谁最有希望 还有这个郝龙斌跟游淑慧 到底什么关系呢 有暧昧吗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高雄市长韩国瑜上班首日 他说打麻将的人来了 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拜会 是要商讨2020总统大选吗 来看VCR 打麻将的人来了 用打麻将来暗喻参选2020 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口中 打麻将的人正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市长说啊 那个打牌的人都来了这样子 我不知道 那你是打牌的其中一个人 我不知道 那你觉得谁相公 那他指的哪一个人我不知道 那谁会相公比较可能 我也不知道 你要问问韩市长 会是你吗 还是其他人 应该不至于是我吧 在韩国瑜救人隔天 特别难下道喜 是否要商讨2020 王金平避开敏感话题 不管媒体怎么追问 王金平就是不肯松口 但其实问鼎之心招然若揭 他两次选举都邀请我 但是副手 火焰 都留在地火焰 那当然 未来要怎么样 一个因缘转变 我现在没有办法先讲 因缘具足的话 会不会希望韩市长帮你 一级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哦 市长你是有打牌的人来 对 你打牌的人打得很好 没有 我不喜欢在院长面 讲赌博两个字 不要讲啊 他说他不会相公 他说他绝对不会相公 国粹 国粹 老战友挑战总统大卫 韩国瑜乐观其成 但万一王金平对上柯文哲 韩国瑜要选哪一边 柯市长跟王院长 同时出来了怎么办 我想我要讲的就是 第一个在选举之前 非常感谢王金平院长大力帮忙 可以说真的是出钱出力出汗 又是老同事老长官 韩国瑜四两拨千金 两边都不得罪 好 现在情势一片看好 蓝银似乎有四个太阳 谁最有希望呢 我们来看民调怎么显示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 在这个礼拜所做的民调 那目前看起来 朱立伦是最高39.8% 王金平20% 马英九13.4% 那吴敦义呢 是只有7% 先请教淑雷委员 那到底谁是相公呢 现在大家都在问 不知道 因为现在跟那个 过完年提名的还是有段距离 那事实上那个 现在没错啦 朱立伦现在民调最高 可是党内很多人对朱立伦 还是有一些不满 有不满 对啊 比如说他那个时候 上次选举输了三百万票 那事实上他在党主席的时候 是把国民党的政权丢掉了 甚至于换柱 换柱了那个 到底什么原因啊 还什么那个 这都算在朱的头上 对 其实到现在 到现在还很多党员都不谅解 他说你干嘛 国民党泱泱大胆 把那个洪秀柱 已经人家已经提名了 对 那你换掉 换掉 那你换掉理由是什么 而且每次做事都这样扭扭捏捏 我这样有比较不好 那他现在率先表态了 对对 他当然啦 因为那个 上一次就是 上一次就是人家叫他表态嘛 他一直不表态嘛 都给他 上次扭捏 这一次不扭捏了 直接不扭捏了 对嘛 那到底怎么样 其实国民党内部还是有一个程序在 看看要怎么样 那吴敦毅呢 党主席他没希望了吗 目前民调看起来 还是说他掌握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 这个时候有时候很难讲 你说这个时候 你说那个是不是大家 大家目前那个讨厌吴敦毅 可是当你真的要绝择的时候你要看嘛 立届行政院院长里面做最多事情是谁嘛 就是吴敦毅嘛 那吴敦毅就是因为被民进党挂了一个白杂基亚 而且永远好像就盖在他的头上 所以他民众误解嘛 那他怎么样去误解 化解这个白杂基亚这个字嘛 大家都知道他那时候在高雄选举的时候 我们最近大家都在看很多很多市长啊 很多首长的一个就职典礼嘛 那大家都说哎呀他找了小内阁 好像都是都是那个不是酬庸啊 就是就是什么派系啊就是什么嘛 那因为这些这些那个首长 因为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当然他有很多压力嘛 那个很多人帮他忙 那帮他忙以后就会跟他讨功劳啊 我出钱出力 那我出那么多钱 我帮你帮你把选择打赢 到底给我什么嘛 那记不记得是说 那个吴敦毅为什么会被叫白杂基亚啊 就他当时在高雄选举的时候 那那个我们那时候李登辉总统 带着他去见那个王毅营嘛 那拜托王毅营来支持他选 那后来那个王毅营当着吴敦毅的面就说 好啊我帮你选可以啊 可是你选上的话 我让你你要让我儿子当副市长 那当然吴敦毅的讲话是说 那个时候李登辉是一口说答应啊 然后他说他没答应啊 那后来他是想说 当选了以后 他说我怎么可能让一个 操控中心银行 四五百亿的人来当我的副市长 马上翻脸 对所以他就拒绝嘛 那拒绝以后 那个王毅营就开记者会 说白杂基亚啊 那民进党当然好像都碰到血一样 杀鱼看到血嘛 看到那个大家在骂吴敦毅白杂基亚啊 就毅勇涌上前后人都骂他 那现在呢这次国民党选的史上最好 那这个功劳不归吴敦毅吗 现在是这样啦 吴敦毅他在当秘书长的时候啊 那时候也是操盘立委的选举 那个时候就国清河嘛 那时候让国民党真的大胜啦 七十几席嘛 对不对 那你看看他在行政院长任内 他做多少事情嘛 那像我们台湾 大家一样讲说不要造神 不要造神嘛 你今天你经历了 经历了陈水扁 你经历了马英九 现在又经历了蔡英文 那你到底是要一个 真正做事的人嘛 我觉得大家要很冷静的 去思考这个问题嘛 所以你觉得吴敦毅应该是 持平来讲是不错的 吴敦毅你现在你要看 就是说他要怎么样来说服嘛 就是说你把你以前 你把立届行政院长的政绩 弄出来嘛 他是他在任的时候 我们台湾是GDP最高的时候 还有他很多改革 他敢做嘛 很多民生议题 比如说那个电话 长途电话会取消 这个是对抗很多大财团 那现代运现在整个误患性 不一样 形势是韩国瑜的态度 是不是一个关键 那当然韩国瑜 韩国瑜会帮王金瓶吗 那韩国瑜当然 你谁派 谁让韩国瑜去高雄选的嘛 是吴敦毅嘛 对吴敦毅嘛 可是帮忙的话是 王金瓶帮很多 其实吴敦毅也有帮啦 因为在整个派系的协调里面 吴敦毅是那时候有一阵子 大家说他是什么 是神隐 好像吴主席 那时候不是那个 大家都在此笑说 吴敦毅是吴主席 那到底是王金瓶帮的多 还是吴敦毅帮的多 就派系部分 不是啊 我们应该这样讲 王金瓶有帮忙巧吧 我们要这样讲 当然高雄是王金瓶的地盘嘛 他的那个根基地嘛 那吴敦毅以前也在那个地方 当过高雄市长嘛 当然他有他人脉嘛 尤其是一些那个 选举的经费的帮他的筹措 帮他的那个 还是有有那个嘛 那这个就是韩国瑜 你自己要去拿捏嘛 就是说自己应该是什么 那其实我要讲一下 就说 大家现在都在笑说 那个高雄好像你开放 中国大陆来买房子 这是一种炒房 好像会把高雄的房价炒得很高 其实你另外一方面去思考 你要说建筑业是什么 建筑业就是所谓龙头工业 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嘛 那你说去盖房子的时候 他会创造多少的就业机会 比如有些建筑工人啊 或什么 还有一些建材的建材的什么 都会带动了很多的经济成长嘛 那假如说中国大陆来买 他都是盖豪宅 都是那种就区格嘛 市场区格嘛 那你盖豪宅就去买嘛 那经济变好了以后 政府税收就够嘛 那你税收够的时候 你韩国裔就要去盖一些 OK 社费住宅 盖一些青年住宅 让年轻人比较低下来买吧 是不是只有这么理想 那恐怕就见仁见智 蓝牌菲姐怎么看 现在蓝营四个太阳 谁最有机会 吴敦毅说起来 蓝营姐也是觉得 他蛮不错的啊 那只是说 那到底是蓝营内部 怎么去看 谁是相公 现在看起来谁比较相 我这样讲 因为那个蓝营委员不好说 那我刚才讲 比较你这样看嘛 前两名的应该不会是相公吧 前两名的应该是这个 比较像一个牌手嘛 有实力 那有实力 那相公看起来就比较像是 要不就马英九 要不就武敦毅 但是武敦毅再怎么样 对韩国瑜有知遇之恩 又是现任的党主席 那国民党赢了15个 县市长的席次 不论怎么样 国民党内部也是有不少人说 吴敦毅这个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所以又是党主席 掌握游戏规则 所以他说他是相公 我不觉得 那这样看起来 那四去其三 那就剩下一个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还浑然不觉 还很快乐 他可能浑然不觉 就是说不知道国民党那 有多少人 其实还怨恨着他 对有多少人要等着 还要清顺他 他就叫他乖乖的就好 不要再出来选 对对 就是觉得说国民党 几年前拜成这个样子 不就是拜你马英九所赐吗 那所以呢 所以我认为 韩国瑜其实他讲的这个相公 应该义有所指的 只是他很高分的 我觉得是马英九 只是他不说出口而已 那韩国瑜的态度 是不是也是相当关键 会相当关键 但是我觉得聪明如韩国瑜 我不认为他会表态 我觉得他会很鼓励 很鼓励 鼓励 你看 单单一个 他跟柯文哲不同党 只不过是过去跟柯文哲相处愉快 他现在也没把话说绝 对不对 只是我认为 如果柯文哲到时候 想要出来选的话 韩国瑜势必 他是国民党党员 不要忘记这一点 他一定是挺自己党的人 不肯去挺柯 对 只是他现在不把话说死而已 那他会保留自己最大的弹性 好 他不参与这一场选举 可是他讲这个话 他做评论 好 他让自己变成一个keymaker 然后再一个高度 那高度就是说 我洞见观瞻 你们每个人都要来争取我的支持 都要来拜码头 对 但是我不表态 对 你不觉得这会是最聪明 对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对 而且你单单看他用人 各位注意看 他的用人里头就有平衡 对 李四川是谁的人 朱立伦 对不对 可是王金平的人马 也有人进去 所以就说 我觉得还有吴敦毅的人马 也进去了 对 方方面面他都照顾到了 对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表态 那韩国瑜就是一个功课而已 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维持在高人气 对 对不对 你人气高 你才是一个keymaker 你才可以洞见观瞻 对 那这个高人气能够维持多久 我觉得刚开始 我觉得中国一定会努力加持它 对 但是能够持续多久 我很怀疑 对 那如果说要借由中资草房 我再说一次 万万不可 真的不要让高雄人胆战心惊了 薪水未涨 房价先涨 对 这涨上去就是脱江爷 而且最后跟那个罗伟员讲 我告诉你 中国炒房团 炒遍世界 在各国防止它以前 它就炒 温州炒房团 炒遍世界就第一手 它在哪边碰到铁板 你知道吗 在德国 为什么你知道 德国不准炒房 而且甚至要 科你刑罚罪责 因为他觉得 住屋是人权 不是商品 对 那德国我当初就住在社会住宅 对不起 社会住宅跟房价有什么关系 你反正 你房价很高的结果 只是我老实说 你只是让 你一个平价的住宅 大家第一抢的会更多 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效果 对 而且甚至更可能被标签化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韩市长 我拜托你千千万万不要 你真的对高雄很陌生的话 我觉得陈其迈非常好 他说你可以去问他 他对高雄太了解 他也很有一些想法 你可以不妨多问问他 OK 好 现在 当然就蓝翼现在 是不是有四个太阳 人人都有希望 但个个没把握 那现在呢 蓝翼还有一位 也是大佬级了 好龙斌是不是陷入绯闻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共产党副主席好龙斌被周刊爆料 跟游淑慧出双入队 好龙斌的最新回应 来看看怎么说 拜托 他跟了我二十几年 他像我女儿一样 我们就像一家人 现在几张照片 过度隐色 不仅伤人民节 而且我觉得很无聊 不过淑慧很勇敢 他主动的对外说明 我觉得他说得很清楚 而且他说明的内容 事先我和我太太都知道 我们非常支持他 对他们说 你到那个季度年 住宿一待一三小时 对这些无聊的问题 我不想再做任何的答复 待会我要去参加一个上礼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我希望大家不要到 那个上礼那里 采访这个无聊的议题 以示对王者的尊重 谢谢大家 好 看得出来 好龙斌相当的生气 说无聊 伤人迷洁 但是周刊却是爆料 两个人同坐一台车 到基隆独处三小时 游淑慧就说 好龙斌就像我爸爸一样 来 茗玉 到底是不是真的 确有歧视呢 因为今天周刊出来 其实今天有两本周刊才PK 一本是郝龙斌跟他的游淑慧 是助理游淑慧 现在是市议员 另外一本是民进党市议员的女女恋 两本都蛮精彩的 今天都成为我们今天去立法院 一个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 为什么好像是选这个来讲 是因为郝龙斌是比较知名 分量比较重 而且郝龙斌是 就是说在政策上 大家都觉得他是乖乖牌 他从政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的绯闻 怎么突然今天就爆出来 那我先讲一下周刊的这个内容 确实是蛮八卦的 为什么 就是说其实周刊 已经从半年前就跟着他们了 对 那事实上从游淑慧才刚 还没开始参选的时候 就跟着他这样 跟着这个 刚很久了嘛 大概20年是不是 很久的一个幕僚 对对对 助理 其实国民党里面有两个游淑慧 非常有名 他这个游淑慧是大游 那还有一个小的游淑慧 大家说是国民党的林志玲 那是在连胜文身边的 所以这个是大游 那周刊是讲说 这个郝龙斌就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 然后就开着他自己的车子 去接游书会 然后两个人呢 跑到郝龙斌在基隆买的房子 然后里面呢 待了三个小时之后呢 才出来 哇狗仔很有耐心 在外面一直等着手了 三个小时 公事吗 还是私事 那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那个郝龙斌的那个房子 算是还蛮高档的 有保全啊什么的 那当然就是狗仔就在 就在那个 当然就是会声会影嘛 就三个小时 你们两个是可以看什么 看射雕英雄传吗 看电影吗 打不客牌吗 还是在讨论选情呢 这样子会声会影 那在回到之前 就是说他们半年前 这周刊已经拍到一次了 那同样的也是这个 郝龙斌载着他 然后就是也是去这个 他买的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里面也是待了两个小时 那当然就是在那边影射了 然后后来郝龙斌 就是他们出来之后呢 再把游书会 载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然后中央党部放游书会下 游书会就下车 他开他自己的小红回家 那郝龙斌他就说 哇这个六十几岁身手很矫健 还可以从副驾驶座 咕噜这样跑 跑到正驾驶座 就形容他的这个身手很矫健 游书会说他可能是招人陷害 你觉得呢 他在党内是不是人和不好 你这样子问的好直接 对 那就我们这个记者圈里面 听到的消息 就是说当然第一个 就是他现在会被爆料 听说还有后续 那爆料的原因 就当时跟他市议员的选举 会有关系 那市议员选战 就是因为在郝龙斌的力挺之下 把他拱到内湖去 而且内湖那个时候 这个国民党的原额是四个 那为了游书会又在增额变五个 等于说是应急上去 不然好感觉这次国民党选得还不错 那万一就是说 而且游书会 就是在所谓好龙斌的指定兵下面的话 好龙斌是最扎重本在他身上的 包括看板 然后他的这个所有的资源 都是属于游书会最多的 那不少说是引发其他的 这个指定兵的吃味 或候选人的吃味 所以当然就是说 在好龙斌的整个权力的资源贯注之下 那你可以游书会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助理 然后爬到新科议员 这次就是被好龙斌加持就上了 而且他基本上是在内湖 你要说他有在地耕耘 其实也没有 那等于说好龙斌叫他去选 那把所有资源灌给他 当然其他有人会眼红 那我另外听到一个是说法 是说游书会好像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有得罪了记者 所以记者好像就是有点 就是抓了他的小把柄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次周刊你 还有我连影片我都看完了 就是其实他的影片里面 确实是只是会声会影 因为你没有看到他们 譬如说你另外一个周刊 拍到女女恋 他还有说他在大街上 积吻啊 失之紧扣 人家那个是有图 有图可以讲故事的 那你这个说 只是两个人在车子里面 然后说他们两个进去房子里 而且好龙斌今天也讲了嘛 他那个房子没有住嘛 现在把它变仓库 他就去找东西 那所以你就说 以他们两个 就是说在房子里面 待三个小时 你就隐设说人家才暧昧 我觉得这个也难免 因为真的待三个小时是蛮久的 只是说通常会这个传出这样 飞闻的这些政坛道路 对于未来的发展 是不是会有些影响呢 来示范委员 特别我们刚刚提到 蓝营的四个太阳 那未来好龙斌 有可能成为太阳吗 还是说未来恐怕会深受影响 不过经过这个事件以后 好龙斌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看好像还蛮远的 刚刚有提到四个总统候选人 我倒觉得最要注意的是 实质影响力那个人 就是韩国瑜 另外一个叫做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说未来在国民党 不管他的初选程序是怎么样 可能国民党的内部里面的 在选择谁是当国民党的 总统候选的时候 大概会第一个跟民进党 比如说蔡英文PK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选战当中柯文哲会不会出来 然后再来韩国瑜 在党内的初选的时候 他力挺谁 对他的态度是很关键 那到目前为止呢 韩国瑜有正式表态 谢谢说在这次 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第一个是王金平 王金平出钱出力出汉 同时王金平在原来的高雄县 这个用稳定的三山造势的活动 把韩国瑜 把他在高雄县的选战打得很好 我想他应该真的就是 谢谢王金平的帮忙 否则韩国瑜 坦白讲大家都知道 他从一新路到十全路都讲不清楚 更何况高雄县有很多地方 因为白玉苦瓜跟白玉罗坡 他也分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可以开出那么好的票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是王金平的话 王金平他在南部好几个县市 包括台中彰化 他都有去出力来帮忙 所以其实他也是有一部分的实质影响力 可是到北部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朱立伦第一个年轻 第二个他在新北市的时候 也帮侯友宜打选战打赢了 然后再来朱立伦 他有他的一些不同的影响程度 所以我觉得未来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可能朱立伦 王金平 会比吴敦义 或者是比另外一位 更有希望 对 另外一位我就不好意思讲 因为在我们自己很多朋友 会觉得说马英九是为了他的官司 所以出来要登记当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而且我也觉得 一般人会觉得说 你就当过总统了 为什么还要再当 的确 理由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说未来可能 真正去登记参选的应该是三个 但是可能要问雷雷姐比较会知道 当然就是王金平 是不是我们说是不是咸鱼翻身 未来充满无限想象 来明佑 我觉得韩国瑜讲的应该就是马英九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你已经出了一张牌 你自己出过都不知道 你当过总统了 然后你三中案的判决都还没结果 那你现在忽然间要选的时候 国民党现在好不容易整个气势起来 未来是不是人家说 让你看国民党出马英九这样 他的三中案都搞得不清楚 未来他就是被打了 就少了一张青年牌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就直指的就是马英九 因为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我以为是王金平 因为王金平过去要选2015 在提名的时候 人家说王金平命中无主心 所以是不是少那张牌 不是啦 我觉得最后还是在讲马英九 可是吴敦翼如果执意要选 我个人还蛮支持他的 为什么我支持他 因为我本来就护囤大队 海豚都会转歪 为什么不执意他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